耿帅是一名汉工,靠脑瓜绷纸套,菜刀手机壳等其他,发明走红网络。 在距天安门不到100公里的宝定市定西县阳村,30岁的村民耿帅是个特殊的存在。 他一头长发,胡子拉长,看上去像是个搞油画的艺术家。 他有一间自己的工作室,里面摆放着许多受人追捧的手工作品。 他在快手上有275外本司,制作各种创意发明的视频,在B站播放量超过2000万次他的真实身份,其实是一名汉工。 不久前,耿帅录制的一段视频在网上热传,他从腰间抽出一把菜刀,脸上满是杀气。 刀面翻过,录出的却是一个手机,贴在耳朵边,就可以接听电话。 这条视频时长不到一分钟,却引得无数网友在狂笑中转发。 除了菜刀手机壳,耿帅还发明出各种各样的神器,例如把食物顶到竹签末端的路串辅助器,地震中确保汤腕不洒的吃面稳定器, 还有不停转动,靠离心力,甩走雨滴以免淋湿衣服的旋转与反等。 在耿帅这里,各种无厘头的想法,没有在脑海中一闪而过,而是以实物的形式,来到现实世界。 尽管很多发明被认为无用,耿帅仍乐在其中,并将这份快乐传递给关注他的网友。 有人叫他废才爱笛声,有人直言,就喜欢你这股傻劲儿,凭借一件件亲手打造的无用良品,耿帅在无数人的笑声中火了起来,他的命运也随之改变。 发明界的泥石流,在阳村,只要每家每户打开院门,耿帅住在哪一家马上就能辨认出来。 与别人家不同的是,耿帅家的院子里,有一座彩色缸结构的影币。 影币正中央镶嵌着电影《美国队长》中的标志性盾牌,似乎在宣告这里住着一位硬核玩家,环球人物记者见到耿帅时, 他和家人正忙着加工脑瓜崩纸套和罗姆手链,这两样小发明,颇受网友喜欢。 纸套由不锈钢和弹簧制成,戴上之后可以让脑瓜崩的威力增强数倍,被网友奉送外号,有意毁灭气。 熟练是参照电影《战狼》制作的,危急时刻可以用来防身。 两种作品分别售价280元、60元,已经累计卖出去几百件。 但手工制作耗时耗力,能够量产的只占少数,更多好玩的东西,保存在耿帅的工作室中。 耿帅设计的《戴脑瓜崩纸套》。 环球人物记者侯心影社,耿帅的工作室,是一个由杂物间改造的小屋,面积在10平方米左右,冬天开着电暖器,仍然冷得透骨。 屋内左边的操作台上,挂买标尺,钳子一类的工具,右边的货架上,摆放着耿帅,从一年前到现在的各种发明。 最吸睛的是正对着门口的那面墙,墙上贴着200多个大大小小的不锈钢圆牌,每一个圆牌都刻有网友的名字,只要打赏满100元,我就做一个放膳去,免得时间长了忘了人家。 做直播一年来,有本思为耿帅打赏1万多元人民币,还有人给他买过苹果手机。 更多普通网友的互动方式,是在评论里吐槽他,其中绝大多数属于玩笑性质。 别人是轻流,你是发明界的泥石流,我算是信了,你除了正事什么都会干,耿歌出品,避暑废品,也有人道出了关注他的理由。 心情不好的时候,来翻翻你的视频就好多了,你开创了一种另类的搞笑方式。 粉丝留言中,有用没用是永恒的话题。 耿帅自己也常常纠结,他刚开始觉得某个东西没用,做出来却发现有用。 过了一阵子回头看看,又觉得没什么用。 后来耿帅想通了,是不是有用应该分两种情况,一种是从使用上来说特别使用,还有一种就是精神层面能给大家带来快乐,这其实也是一种有用。 为了感谢支持自己的网友,耿帅特意制作了一面打赏墙,环球人物记者侯心营社,有网友认为,耿帅的发明只是凭空想象,在生活中毫无用处。 耿帅不接受这种看法,有用无用不能简单下判断,而是要看给什么人用。 他曾经做过一个,可以绑在脚上的便携式板凳,半蹲的时候人坐在上面就能卸掉一部分身体的重量。 有人看到后吐槽说,这么做很别扭,还不如拿一把普通的椅子。 耿帅解释,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,比方说工地里铺地板砖的那些工人,他们要经常站起蹲下,不方便用手拿椅子。 有这么一个小板凳,其实是很实用的。 如今没发明一样东西,耿帅都要在实用性与娱乐性之间寻找平衡。 如果单纯为了搞笑,他自己首先会觉得没意思。 只强调有用而不搞笑,拍视频又没办法让大家快乐,所以我尽量把两者兼顾,看似无用,样样走心。 点开耿帅发布的视频,不仅能看到成果展示,还有他在制作时的一些片段。 切割、焊接、打磨、喷漆,每一道工序他都亲自上手。 制作过程中滑破皮,踏到手势常有的事。 他的那双大手,经常沾着黑色的油污,偶尔还能看到某根指头上缠着窗可贴。 小时候,耿帅就喜欢捣鼓各种小玩意儿,他在一次次动手中,收获了不小的纯旧感,十分享受做手工的乐趣。 直到现在,他依然保持着这种天然的好奇心,遇到好玩的,想到有趣的,总想自己动手尝试一下。 一次,耿帅在网上看到有很多人在讨论加特林机枪。 他立马想到,自己是不是可以用罗姆做一个类似的模型。 刚开始的时候,他只能把罗姆泛接成和机枪差不多的样子,做好之后发现哪里不对再回过头去改。 干干停停两个多月后,终于在摸索中制作完成。 所有作品中,耿帅对他的满意度也最高。 制作过程虽然不易,但有前期的设计规划可供参考。 做什么,怎么做,才是让人更为头疼的问题。 像喜剧演员想段子一样,创意并不容易产生。 耿帅一有空,脑子就转个不停。 他总在想生活中,有哪些不变之处。 对他来说,不变就意味着有发明改造的空间。 偶尔有想法冒出来,他会立刻拿出本词记上。 把耿帅所有的作品看一遍,你会发现他是一位不秀刚爱好者。 几乎所有作品采用的都是不秀刚材质。 他最新完工的一件东暖下凉暖气椅,也是由不秀刚管焊鞋而成。 通上家里的暖气,就可以给椅子加热,通过调节回水阀,还可以控制温度。 一个月前,耿帅就有了做暖气椅的想法。 他用了一天时间去思考如何制作,之后一边做别的发明,一边思考暖气的回水,排水问题。 考虑到刚才不好改动,制作成本也比较高,他先用塑料管做了一个简单的模具,确认靠谱之后才决定动手。 耿帅和父亲花费两天时间,把椅子做了出来,制作过程和成品视频在快手发布后,总共收获了近三百万次的播放量。 耿帅希望能把椅子变现,不锈钢还是挺贵的,做这个椅子花了将近七百元,但他觉得,考虑到运输问题,卖掉椅子并不现实。 相比之下,做直播正前更快更轻松。 耿帅在介绍栏里写着,每晚八点半不定时直播,但实际上,他很少能做到每天直播,基本上是两三天一次,每次直播。 平均能收到粉丝,打赏一千元左右。 在河北农村,日入一千元是个不敢想象的收入。 为了留住网友,耿帅要想办法说得有趣。 因为工作和性格的原因,他以前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,而现在,为了直播不见谈也要见谈,不甘平庸的汉宫。 走红网络后,耿帅被很多人称为 保定爱迪生,农村发明家,他自己却不这样认为,我应该谈不上是发明家,从来都觉得自己是个做手工的,做一些喜欢的东西,给大家看看而已。 以前,同村的人都知道耿帅有电汉的本事,常有人找他修补农具。 后来务农的人少了,也就没什么人来找他帮忙。 直到这次,耿帅在村里又成了知名人物。 美国华盛顿邮报,对耿帅进行了报道,标题中称其为无用爱迪生,除了汉宫,耿帅还干过许多工作。 他在工地上做过水暖安装,当过服务员,开过泵车,还去工厂里打过工。 回想起来,耿帅觉得收获最多的还是在厂里工作的时候。 在一个汽车配件厂里,他接触到了车床、冲床、模床一类的机械设备,学到了不少金属台料加工的知识和技能。 但对于以前的这些工作,耿帅只觉得枯燥,他告诉记者,自己没有一直工作下去,就是因为厌倦了重复。 六年前,耿帅就计划动手改变生活。 他摸索着做了一台烙玉米饼的机器,打算批量生产玉米饼,卖给小商贩赚钱。 那时候,他还不懂电器原理,一袋机每次烙一张饼,一天也就能烙一百多个。 几年间断断续续的改造后,这台机器装上了电荷器,一次可以烙出次张饼。 也是在这个时候,耿帅对未来的规划有了调整。 他打算用一年时间进行一场实验,看能不能靠做手工挣到钱。 当时,耿帅已经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,就这一年大胆去世。 不管结果怎么样,拍视频卖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东西,可比烙饼有意思多了。 2017年,耿帅在快手上发布了第一个视频,视频中他展示了自己用管钱做的一个骂斩造型。 短短五天,阅读量就达到68万,有2000多位网友关注了他。 很多人在视频下面评论友才做得很像,很明显,这场实验比耿帅预想的要好很多。 我本想能有个十万八万的关注量就很好了,每天做一些东西,卖掉之后来维持住基本生活就可以。 而现在,有200多万粉丝在关注着他,每次出新东西,总有人喊着要买。 受益于粉丝间计的耿帅,并不喜欢粉丝这个称呼,他觉得自己和网友是平等的,屏幕后面的那些人, 可能比他要优秀得多。 中国有很多人喜欢手工,热爱创造,只是没有像我一样选择这条路。 现在,耿帅脑子里还有十几个想法等着做出来,他一边操作已经构思好的作品,一边去想新的创意。 在这个时间差中,耿帅思考的是技术问题如何解决,怎样才能把东西做得更好一点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我。